好了 孩子们 说完了咱们这些课要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讲了什么了 讲了面积公式 讲了面积单位 对吧 后面有几个题目呢 咱们稍微拓展一下 来 我们来看看另一题的第六题 说明光中学校园里有一条L型的道路 那么这条道路的宽度是3米 长度分别为10米和12米 如下头所示 请你求出这条道路的面积 你发现这条道路 它整体上既不是长方形也不是正方形 那这个面积能求吗 你先自己求一求 有没有求对的同学 大部分同学都求对了 那太好了 那我问大家 你用的是什么方法 准确说 叫做切割 或者叫做分割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你这个L图形我是没法求的 我没使用过L图形的面积 但是我们学过什么 正方形 长方形都学过 所以你可以通过切割 是不是把它切割出来 你发现左侧 左侧是长方形 你的下侧是不是也是一个长方形 所以你一旦经过切割 它的左边就应该是12乘以3 36平方米 对吧 你经过你的切割 它的下面 你看 下面的宽是三米是不变 但是长还是10米吗 嗯 这地方是3米 那这地方就是7米 对吧 所以应该是3乘7等于21平方3米 对了吧 那这样的话 总共的面积是不是就出来了 总共的面积应该多少 36加上21等于57平方米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用切割的方法求的 那有没有同学用不同的方法呢 自己再想一想 我估计大部分同学都用的是切割 是吧 那我问大家啊 这个L图形啊 虽然有点诡异 如果我给它补齐了呢 补齐了就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就一个长方形啊 而且这个整个的大长方形的长宽 你看你能知道吗 哎 能知道 能知道的话呢 比如说整体的面积是可以求啊 你用整体减去空白可不可以啊 你看看 整体的一个12 一个10 12乘于10 空白部分呢 这块长度 在12的基础上 是不是减掉一个3也行了 也就是9 这块宽度 在10的基础上 是不是减一个3 也就是7 你看 整体减空白 是不是也可以求啊 对吧 哎 所以我们第二种方法呢 就称之为补图法 那也就是这个啊 这是方法二 好了 不管是方法一还是方法二啊 你 两个方法都必须掌握 听明白了 有问题 自己按暂停 记记笔记啊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去预习一下 下一道题目 好 孩子们 我多问一句 你觉得上一道题 咱们是用切割的方法 比较容易一些呢 还是用补图的方法 比较容易一些 切割是吧 你认为求L图形 是不是用切割方法 比较容易一些 好 那么我接下来呢 咱们考你一个啊 你来看看立体第七体 它是这样说的 说有一块长1700米 宽1500米的长方形工地 退更还零后 长减少了500米 宽减少了300米 那么现在耕地面积比原来减少了多少公轻 你自己算一算看 这道题的答案是多少 我问你 这道题你说怎么做的 嗯 好 我们先不说怎么做 我们先说说画这个图吧 原先是 1700和这个1500 没吧 后来呢 长减少了500米 宽呢 宽减少了300米 是吧 好 那么现在耕地的面积比原来减少了多少 咱们先说现在剩哪了 这500米被砍掉了 这300米是也被砍掉了 那现在剩下的是不是应该是这块了 对吧 好 那你说这道题应该用什么方法比较容易啊 你要注意啊 他问你 求的是什么 减少了多少 是求阴影吗 是不是求这L复形啊 这是 这是剩下的啊 这是剩下的 对吧 这是剩下的啊 让我们求的是不是L复形啊 嗯 好 怎么求都有啊 我觉得这道题吧 都差不多啊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割补法 嗯 500 啊 这样分割啊 用一个光笔了 我这样分割啊 是吧 这叫做 右 这叫做下 啊 好 我们来写写啊 500乘以啊 1500 下半部分是300乘以啊 这块 是吧 这块应该是1200 好 嗯 嗯 75000 加上 36000 00 是吧 四个零 好 那这样的话 合在一起就是啊 一 往前进一位 一 一 这数还挺有意思啊 一 一 带四个零啊 平方米 对吧 嗯 啊 但是你要注意啊 人家还多过哪句啊 减少多少公轻 是不是 还换个单位啊 平方米到公轻 万进值 万进值正好抵消四个零 所以应该是 111公轻啊 嗯 嗯 所以你去答题 答 减少了 111 公轻 这就结束了 好了 那么这道题呢 就 讲到这 我觉得讲到这 是不是他呀 对这个L图形的求解 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 好了 同学们 那么说了那么多了啊 咱们回顾一下 这节课讲过的内容吧 我们这节课呢 重点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基本的面积公式 啊 现在我相信 大部分的学 是不是都过了 第二个呢 就是面积单位的换算 那么面积单位的换算 最重要的 应该就是这一公轻 等于多少平方米了 事实上我们说 公轻你只要记住 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叫做什么 百米乘百米 对吧 既然是百米乘百米 那就是一百米乘一百米 数字乘以数字 单位乘以单位 米乘米等于平方米 一百乘一百 是不是等于一万 所以一公轻等于一万平方米 啊 呃 对于这个经典模型 对于这个L图形 到底是用切割呢 还用捕图呢 看你自己的熟练程度 你愿意用哪个就用哪个 你觉得哪个快 你就用哪个 好吧 当然了 我个人认为啊 还是哪个方法会出现整数 是不是用哪个 最后说一下要讲的题目 例四 例五 例六 这三个题目是都不算难 例六稍微麻烦一点 你最好用两种话都讲清楚 是吧 好了 那讲到这呢 咱们这些课是不是应该说 say bye bye了 来 跟老师说bye bye 有问题可以给老师留言 是吧 say bye bye 没问题可以 追逼 点个赞 拜拜 拜拜 拜拜